第23題 兩人這個奇怪 誰講話很噁心 會考最後一週要做什麼事 睡覺 待會請翻線老師分享一下 來各位我們來看第23題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一題 這一題很酷對不對 這一題啊 他說是三角形ABC有三個點 珠1F三個點如圖14 腳B等FAC你要記得喔 只要是在會考考所有的圖形啊 他給的什麼條件 就要把它寫到你的這個圖形上面 這是超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來各位寫個圈圈圈圈 打B珠等AC在哪裡啊 B珠等AC 把它畫起來 好再來 B珠1等於角C 幫我做一個叉叉 你知道嗎 去年啊在考會考的時候 這一題放在23題 我們翻到這一題的時候 真的是不吃一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已經把全等三角形的所有條件都寫上去了 我就覺得蠻酷的 如果你有把條件都補到圖上 你會發現就直接兩個三角形是全等 非常明顯 它是ASA全等 你要記得ASA是什麼 兩腳一夾邊對不對 也就是說 XX跟橘色 XX跟橘色 這一條邊 他們就叫 對應邊 可不可以接受啊 還有哪一條是對應邊 B1跟誰 B1跟F 來做個記號上去 同學來幫我做記號 你看我到現在 什麼數據都沒寫對不對 我們就已經解掉這一題的一半 況且這一題在第23題耶 我們來看上面的數字 它上面給什麼數字 7 4 5 來各位 你如果寫745 題目也給你745 來哪邊也可以寫7 哪邊也可以寫5 這裡是也可以寫5 因為它是對應邊 哪邊可以寫7 這裡是可以寫7 反正你能夠把所有的數據 盡可以的都寫上去 它會增加你答對的機率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裡在問什麼 A珠EF跟誰 A珠AEF就是在問你中間這一塊 跟ABC整塊三角形的面積 合理調比 是你講錯嗎 ABC的面積比例 來這一塊怎麼看 這裡考了 三角形底邊比例等於什麼 面積比例 所以來這一段如果是5比上11 你對應的面積是不是也是5比上整塊是11 那因為我們在前面是不是看到全等三角形 所以這是5 哪邊也是5 這裡也是5 那整個是11 這裡就是多少 6沒了 這裡答案就這樣了 哇這麼快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塊A珠EF 其實就是全部的6 ABC就是16 所以這裡答案就出現了3比8 OK 好那這裡你要掌握住喔 因為基本上這種屏幕居然出現在23點 跟同學講一句話啦 好不好 保譽一下大家 如果你這一次啊 這個考試啊 今天啊我們現在考的這一本啊 你如果是有稍微退了一點 那你要給自己一個心理建設 今天這個考試是一個祭品 所以我在7天之後就會考好 如果今天考好我的同學對不對 你也不要緊張喔 你就維持這個手感連續7天就可以了 連續7天這個手感就OK了 基本上後面就很穩定了 如果你需要老師很專業的切入點的話 隨時跟我們講喔 我們下禮拜還有5天時間 你可以來補習班跟老師調評共爭一下 然後聊聊天交流一下齁 來我們接下來把時間交給凡婧老師 OK 來大家感謝畢業快樂齁 來 Cheers 最後一堂課今天我把最後一招交給你們 這一個要達到一個狀態 來跟著我一起喔 可能有人這樣子喔 這個信要發給大家囉 大家可以直接把它拆開 裡面有最後一堂 我們數學班的任務 這個泡茶的那個詳細的影片阿 我們就放在中文的頻道 大家可以過去看一下 對不對 祝大家會考加油 會考加油 加油 我們可以 掰掰 你看 我們下次見 みたい 我們來聊天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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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